女孩和男友在野外偷偿静 殊不知却被老父亲当场抓住 老父亲为了保住家族生育 静逼女儿嫁给60岁老富豪 可就在新婚当天 女孩静和男友私奔了 两人跑到山林小屋 本以为能过起幸福的生物 可才过了几天 两人就连饭都吃不饱 男友小帅更是饿出了胃饼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为了拯救小帅 丽娜跑出山林 找到曾经的追求者 向对方借了一大笔钱 回到家辛苦熬好了药 不料小帅却一把将要挽砸了 他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他有着身为豪门大少爷的自尊 他不信自己连一个女人都养不 小帅的父亲是黑帮龙四爷 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物 可他偏偏爱上了丽娜 但两个家庭却是死对的 龙四爷不允许他和丽娜有任何瓜葛 而丽娜老父亲也是老男 宁愿让女儿嫁给60岁老 也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为了所谓的爱情 两人才决定一起私奔 可好景不长 两人躲在山林的消息 很快就被龙四爷知道 为了儿子的未来 他竟然吩咐手下将丽娜解决掉 就在这天 丽娜独自入山找食物 遭到两名手下埋伏 在逃跑过程中 竟不小心掉落山崖 而另一边 小帅在林中小屋等了一天一夜 始终没等到丽娜回来 他竟以为对方跟别人跑路了 第二天便回家当回大少爷 可他却不甘心 拜托父亲帮忙寻找丽娜的下路 作为条件 他会接手家族的黑帮事宜 而另一边 丽娜在山脚下昏迷了两天两夜 意外被路过的西美就下来 醒来却失去了被追杀的记忆 不过他还记得往事 记得自己和小帅一起四杯 丽娜和西美来到林中小屋 屋子里的衣物都还在 唯独少了小帅的踪影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遇到回来准备烧回小屋 彻底结束这段感情的小帅 小帅质问丽娜 这几天去哪里了 可丽娜却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失去了部分记忆 压根想不起来被追杀的事 小帅也没继续追问 可这件事 却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小帅让两人暂时住进自己家 西美却作为庸人 照顾起丽娜的生活起居 可就这天 小帅的手下竟对他起了歹念 幸亏丽娜及时出现阻止 可手下却极其嚣张 竟不将丽娜放在眼里 下一刻 丽娜脑海里浮现了一些画面 他想起自己为何会掉落山羊 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此人当初竟追杀自己 丽娜将此事告诉小帅 怀疑他的父亲龙四眼 岂有可能想杀害自己 可小帅却觉得丽娜在编排故事 不允许他污蔑自己的父亲 两人因为此事吵了一架 他们的感情也有了戒指 可一个男人的出现 却引爆了小帅的情绪 这人就是丽娜的追求者西庆 两人在家喝下午茶时 恰巧被回家的小帅看见 小帅顿时觉得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丽娜试图解释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可小帅根本就不想听 在他眼里 丽娜就是满嘴的谎言 然而就在这天 西庆邀请丽娜参观自家果园 两人握手告别的这一人 又被小帅派去跟踪的手下看见 小帅顿时暴怒不已 竟立即就找上西庆 将他暴打的重伤垂死 回到家后 却听到手下们讨论他的丑事 言语中竟是丽娜如何不解释 正所谓人言可畏 此刻的小帅竟真的相信 丽娜背叛自己和别人乱搞关系 她再也压抑不住暴虐的本性 第二天 小帅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带到了丽娜的房间 面对老男人侵略性的行为 丽娜转身想要逃跑 却被小帅拦了下来 在他惊恐的目光中 小帅竟将他一把推倒在床上 拿起一条丝巾绑住他的双手 丽娜拼命挣扎却毫无作用 丽娜苦苦哀求曾经的爱人 可小帅却视而不见 竟直接转身离开 丽娜惊恐地看向往男人 好